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叫足球室和混合室 橘半 我们看一下食物图 就像我们吃的橘子一样 也叫瓜半室 一块一块的 然后足球室 这个足球更像美式足球一点 不太像我们的黑白的T的足球 足球室也比较像排球一点 然后混合室是什么意思呢 混合室就是中间部分是橘半的 上下是足球室的 所以这是他们的分类的方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剩下的球壳和零部件的检查与验收 又是重复性的 前面的开箱检查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看它比较 自身比较有特点的 球罐的话就只考过 这个球罐的质量证明书 包括的内容 包括一 制造的竣工图样 你要注意的就是 球罐它一定不可能分 就是不可能整体到货的 它一定是分片或者是分带的 它不可能直接 就是我们制造一个球体 所以它一定涉及到 现场的一个安装 相当于一个制作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球罐的资质要求 也不太一样 它是A3级的 所以要进行制造竣工的图样 二 压力容器产品合格证 三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四 特种设备的制造 监图检验证书 又是特种设备 我们讲了 不管是储罐它 还是球罐 压力容器都属于特种设备 然后制造的相应的检验证书 因为我们强调了 球罐它一定是要在现场 进行组装的 它不可能整体到货的 所以它的安装跟制造 这个关系 你就难以区分了 其实安装的过程中 就涉及到 复现这个制造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再来看 科大尔 球壳板的检查 第一个 球壳板的形式与尺寸 应符合图像要求 不得拼接 且表面不允许存在裂纹气泡 结巴 折叠和夹杂等缺陷 球壳板不得有分层 就是通俗的我们来讲的 就是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要合格 这球壳板呢 也是由钢板炸制而成的 要炸成相应的这个曲率 并且还要下料 之后还要切割 用电器材切割 切割之后就是两头比较窄 然后中间比较宽 就是这样子 橘半式 对吧 我们画一下 就橘半式 两头比较窄 中间比较宽 所以我们的材料到货 要进行相应的检查 这个钢板要合格 好 然后要进行 球壳板的超声波的侧后 以及碳伤 也就是这个钢板 我们要检查它的厚度和碳伤 这里边呢 有一些简单的数据 也是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先看侧后 球壳板应进行超声波侧后 抽查 抽查的数量不得少于 球壳板总数的20% 我们给大家放了这个 这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罐子的赤道袋 已经跟支柱进行焊接了 所以要抽20% 且每袋不少于两块 上下集不少于一块 这个每袋呢 指的就是温带 寒带这个概念 赤道袋 然后上下集呢 不少于一块 因为上下集的 块数要少一点 其中赤道袋的块数 是最多的 上下集要少一点 所以上下集只需要 各抽一块 至少一块就可以了 而每袋是两块 每张球壳板检测 不少于五个点 其中四个点分布在 距离边缘100毫米左右的位置 并包括各顶角附近 一个点位于球壳板的中心附近 它这句话描述 我们用一个图就表达了 所以这五个点呢 就是各个边 边角的位置 要测它的厚度 以及中间要测厚 就是这五个点 要保证它的厚度 均匀一致 因为我们要杂质 杂质的话就有可能 不能够确保 它跟钢板一样 厚度完全是一致的 好 实测厚度 应不小于设计厚度 如若有不合格 应加倍抽查 若仍有不合格 应该对球壳板进行 百分百的超声波 测厚的检查 所以这是这个描述 关于抽碱的数量 以及抽碱的部位 还有合格标准 然后再来看 超声波的碳伤 球壳板周边 100毫米范围内 进行超声波的检查 抽查 还是在周边这个位置 就是10公分 往里 10公分这个位置 刚才是测厚 现在是碳伤 被抽查的数量 不少于球壳板总数的20% 每袋不少于两块 上下去不少于一块 所以抽的数量是一样的 也是用超声波测厚 超声波碳伤 其结果应符合规范的规定 若发现超标缺陷 应加倍抽查 若仍有超标 100%进行检验 所以你发现 测厚和我们这个碳伤 描述几乎是一致的 就是关于块数的要求 好 然后再来看大写三 球型储冠 球型罐它的组装与汉奸 汉奸方法有 第一个叫散装法 也称为分片 就是一片一片组装 第二也叫分带组装法 叫环带法 其中大罐子呢 就适合于散装 小型的罐子呢 直接分带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施工的顺序 它这散装法 以五代球型罐为例 我们有三代 五代 七代 就是基数的 对吧 三代五代七代 然后它这个分带呢 是按照 我们地球的一个分法 来进行的 这是五代的 中间是赤道带 然后上下温带 上下极 这就是五代了 如果七代呢 再增加一个寒带 上寒带和下寒带 如果是三代呢 就只有赤道和上下极 显然 储冠越大 它分的 就是带越多 好 它以五代为例 所以赤道带 上温下温 上极下极 好 整体的一个思路 我们看图就好了 很好理解 叫从中间到两端 先下 后上 从中间到两端 你要是施工的话 首先我们讲 球罐有立柱 就是它的支柱 支柱跟谁对接呢 肯定是跟赤道带 就最为外源的这个赤道带 进行固定焊接 好 然后呢 赤道带完成 再进行相应的下温 下温 然后上温 最后上下极 最后封口 所以这是球罐的施工 球罐的施工的话 它不是上来就焊的 不是上来阻上就焊的 它首先要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球形 组合成完整的球形 固定之后 再进行对称 进行焊接 这就是一个球罐的 施工的顺序 很好理解 从中间到两端 先下后上 你不可能先做上下极的 因为它是没有支撑的 需要有立柱 那立柱跟谁相连呢 就跟赤道带相连了 好 然后上下极要留到最后 来进行施工 好 我们看书上的就比较好理解了 首先支柱和赤道板 进行组队 比较简单了 从中间到两端 赤道带 然后中心柱的安装 接下来进行下温带 然后上温带 中心柱的拆除 接下来再进行上下极板的 下极板的组织 先下极后上极 中间这个中心柱 中心柱就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我们施工的脚手架 就是在储罐内部 施工的一个脚手架 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 进行作业的 好 所以从中间到两端 赤道 下温 上温 接下来 最后上下极 先下极 后上极 内外脚手架 进行搭设 然后调整 最后整体的组装 整体的质量的检查 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然后关于球型罐 焊接的顺序 跟前面是重复的 简单通读一下就可以了 焊接顺序 先纵后缓 先短后长 先焊坡口深度大的一侧 后焊坡口深度小的一侧 重复性的 好 然后大写四 关于球型罐 焊后整体热处理 热处理的这个要求 我们说焊完了之后 都要做相应的无损检测 热处理 热处理以恢复材料的 力学性能 好 我们看它的要求 第一 已经批准的热处理 施工方案 要有施工方案 方案已批准 第二 这是热处理前的 要有方案 第二 整体热处理前 与球型罐受压件 连接的焊接工作 全部完成 各项无损检测工作 全部完成并合格 所以 它们俩之间的这个顺序 回忆一下 我们在焊接里边讲到的 所以一定是焊 然后进行相应的 无损检测 再进行热处理 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焊的话是把两个弓箭给它结合到一起 无损检测呢 是检查两个弓箭之间这个焊缝的质量 然后热处理是恢复材料的力学性能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环冷 回火 退火 各种热处理的手段 所以这个是顺序不可逆的 跟前面是一致的 第三 加热系统以调试合格 第四 工序交接验收前面 工序已经完成 办理了工序交接的手续 所以稍微注意一点 就是热处理和无损检测 它的一个顺序 目的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测汗风的质量 一个是恢复材料的力学性能 好 然后关于球罐热处理的方法 国内一般采用内燃法 你只需要知道内燃法就可以了 保温材料一般采用盐棉 或抄袭玻璃棉 这是我们储罐正在做相应的热处理 就是通电的方式 通电的方式 用智能化的微电脑操作的温控仪 来检测它的这个温度 然后外面包上保温棉 就进行相应的热处理 好 也是比较好理解 可以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管道 就是焊接技术那一块的 热处理的方式有很多 你就把它理解成一种保温 还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这部分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球壳板如何检查 我们讲了球壳板要检查 它的厚度以及检查它碳伤 球壳板的话要出20% 除了上下级是各一块 每一袋是两块 然后抽的话 它讲了要离边缘100毫米 就10公分的地方 抽四个点 中间的话抽一个点 要合格 不合格的话 就要100%进行抽查 第二 球罐的组装程序很简单 从中间到两端 先下后上 中间的赤道袋 然后下温上温 下级上级 这样的一个顺序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1000立方米的球罐 采用的施工程序 用这个散装分袋法 就可以直接选了 吃到下温上温下级 上下级 直接选D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